记者陈卫慈新北报道 张姓女子与叶姓小姑长期不和 本月13日张又与叶发生口角 张一气之下进持雅铃砸婚叶 随后将叶拖进浴室淹死 再将一体拖到叶房间 用水泥风湿 警方今天晚间六尺取一设犯杀人 罪张一送新北的简附讯 面对媒体追问是否认为小姑该死 有没有后悔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残忍等问题 张女都没有回应 丈夫也以证人身份置地检署 面对镜头低头闪避 警方调查 38岁张女担任清洁公寓 丈夫和孩子同住在叶女 位于新北市新庄明安路的公寓大楼 姑嫂之间却相当不和 时常发生争执 叶女更会致电张女娘家 抱怨张女赖在她家 张女因此怀恨在心 本月13日 张女将二幼子送往学校 返家后再度与刚洗完澡的叶女发生口角 张女一气之下进持雅琳砸婚叶女 随后将叶女拖进浴室淹死 再将遗体拖到叶女房间 外出三次买了多包水泥 先用棉被覆盖尸体 再用水泥封湿 警方今早用破坏器跟大铁锤开挖水泥砖 耗时两小时才将叶女尸体挖出 发现头盖骨都被敲破 手段相当残忍